来自美国的共享单车业者V-Bikes 这个月十五号无预警关闭APP 在台使用车辆功能 业者宣布暂停台湾业务 V-Bikes位在宜兰的营运中心 还有服务人员留守 不过公司在十五号就已关闭手机APP 在台湾地区的解锁用车功能 使用者无法租用 上午业者在脸书专业公告 宣布暂停在台湾的业务 若是使用者还有除职金额 可利用电子邮件联络客服人员 V-Bikes来自美国 也是近年流行的无装式共享单车 用户以手机下载APP来开锁和计费 业者主打与U-Bike O-Bike最大的不同 在于利用卫星定位感应 查询可以还车的位置 V-Bikes去年八月登陆台湾后 锁定旅游商机 选择宜兰作为首站设点 但不时有围停问题 引起民众反感 宜兰县政府回应共享单车 因停放有争议 约束辅导业者投放不得占用超过三分之一 机车停车格 对于民众投诉也要立即处理 若业者确定退出台湾市场 将要求尽速撤离所有车辆 V-Bike除了在宜兰投放160辆车 高雄哈马兴又约100辆 目前只剩空荡荡的停车格 经营台湾市场不到一年就散退 美国总公司计划下一步 进军东南亚开发新版图 记者综合报道